大家好,我是KyoKyoです 來到今個星期我們去問到這個 DE字開頭的文型 今天要說的就是第65個 DE話 前面是動詞的TEN 所以整個文型就是DE話 意思是一咪咪咪就咪咪 是表示動作的反覆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彼は本屋へ行っては本をたくさん買ってくる 他一去到書店就會買很多書 即是表示他這個人 每次去到書店的時候 都會做買很多書這個動作 DE話也有第二個意思 他表示如果咪咪咪的話 後面一般都是不好的結果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如果他一直沉默的話 就無法弄清真實的情況 後面的結果是不好的 前面就是那個如果 如果他一直都不說話的話 就會發生後面的結果 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文型就是 DE話呢 前面是動詞的普通形 E的形容詞 那的形容詞 或者是名詞 後面加 DE話呢 意思是 不是咪咪咪咪咪的意思 是表示徵求對方的同意 一些反問 或者驚訝的意思 其實他也是一個 說話人推測 判斷主張的意思 即是 是不是咪咪咪咪啊 或者是咪咪咪 或者是咪咪咪 這樣啊 這樣的意思 那麼 就這樣說的話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說什麼 但其實你看日劇的時候 都經常會聽到 JANAYKA 這樣 是一個口語的表現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人們都是用JANAY 會多於用DE話呢 這樣 那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譬如這裏是 證求對方的同意 有一個反問的意思 譬如 HORA Dekilではないか 你看看 你不是可以的嗎 那或者 如果你要說 oh sorry 就是要問他 是不是咪咪啊 這樣的話 就是 このままでは病気はひどくなるではないか 那下去 病恐怕會嚴重了 那就是 說話人的推測 那跟剛才上面的分別 就是上面一個反問 那下面呢 就是一個說話人的推測 但是他們的接觸是一樣的 或者你可以前面 就是 Dekilはないか 前面可以加no 或者是名詞 加na 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再有禮貌 去說的話 你就可以做這個文型 Dekil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這樣 那這裡也寫了 如果口語的話 也可以說這個醬 這樣 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溫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沒有溫生紙呢 我現在在外出的時候 很努力地背生紙 但是大概溫了三分一 或者一半 多少少 因為很多時候生紙 溫完就會忘記了 那所以呢 我推薦大家 就是不停地去聽 因為 譬如做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不太記得那個字 怎麼寫 但是你可能有那個音 都會容易撞腫 對了 這個是我背生紙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更好背生紙的方法 請在下面分享給我聽 那我們明天再分享其他的問題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看這個生紙卡 可以在我的IG 如果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在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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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